下午好 各位老铁朋友们 啊 今天早上呢 比较忙 没有发货 这会儿呢 才把这些发货的锅呢 打磨好 今天的锅呢 有一半是发到新疆的 他们的订单呢 下的时间长了 由于快递没开呢 一直没发出来 从今天开始呢 就发快递啊 给你们一一介绍一下子 这个是顾客来店里面买的 然后呢 给他发到南京的这是 这个是36公分的炒菜锅 发到新疆异地的 这个是40公分的炒菜锅 发到乌鲁木齐的 这个是32公分的炒菜锅 这个是我们一个藏族朋友啊 一个老顾客就是家里面用的 然后 这个锅呢 是34公分的孔锅 8斤的 这个锅是发到辽宁福顺 这个呢 是发到新疆伊犁的 这个是7斤的锅 发到这个西藏啊 拉萨 然后呢 我们的大块头到了啊 这个锅是36公分12斤的孔锅 这个实际重量是12斤超了啊 这个里面炒大盘鸡的话 一次两只鸡的话 没有问题 这是发新疆伊犁的 这个也是发新疆伊犁的 看到没 就这么深啊 而且底子特别厚 这个锅是刚下的蛋 这是一个真正的老铁他把关注我时间长了 然后今天下单一个35公分 加厚8斤苹果 零下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火锅 他一次性下了两个蛋 这是32公分新款火锅啊 给他送一个烟筒 烟筒不多了 给他送一个 呃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老铁朋友们的支持 呃 有需要的小黄车下单 给你们全国包有发货 quality